判断她是不是好女人就看这四个方面 一 对父母是否孝顺 孝顺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美德 如果女人对自己的父母不孝顺 那么不管她有多么大的成就 她都不会被别人认可 在对父母孝顺的上面 好女人一定做得很好 她在婚前对自己父母孝顺 那她在婚后就一定对公婆孝顺 二 是否能拒绝婚爱情 如今出轨的不再只是男人 很多女人也加入到了出轨的行列中来 一个女人出了轨 那么这个女人在别人心目中印象也就变了 不管她是出轨前多么好 只要她出了轨 那她就直接从好女人变成了坏女人 三 对自己男人是否有足够的关心 好女人不仅对自己男人有足够的耐心 而且对自己男人有足够的关心 每当男人心力交瘁的时候 好女人会照顾好自己男人 虽然她难以分担男人肩上的担子 但她会在生活中给男人的鼓励 四 对周围人是否心眼很多 虽然说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但是好女人在和周围交往的时候 往往是没有那么多心眼的 只不过好女人很容易被人欺负 很容易被周围人玩得团团转 但不管结果如何 都不能否定她是个好女人